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Austin 2020年6月10号,纳斯达克指数创了新高以后 美股三大指数就在隔天出现抛售股票的现象 尤其是道指,更一度下跌超过7% 差点就触发当天的垄断机制 11号的下跌直接就跌破了之前一个星期的涨幅 其实这次下跌是因为有几个坏消息一起加起来把股市一次性拉低 第一点就是美国疫情随着全国都在示威抗议就有增加的趋势 第二点是美联储在6月利率决议后发布的负面消息导致市场失去信心 原油也在下跌 之前因为黑人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压猴致死 而导致美国上演了大规模的上街示威 这个反种族主义的示威在美国的各个州属都出现 由于很多人都不顾疫情扩散的风险 还是要上街去示威为死去的弗洛伊德讨回公道 也是想帮助美国在未来不会继续发生类似的事件 尽管有关疫苗的好消息不断传出 但目前美国新冠肺炎因为上街示威的关系 也迅速累积了病例超过200万种 其中美国Texas州的病例更是连续上升了三天 这令市场担忧会有第二波疫情的爆发 所以市场风险情绪迎来180度的转向 美联储在6月利率决议后 表示所有FOMC委员均建议直至2022年基准利率保持不变 这令投资者对美联储未来将采取更为激进的负利率 刺激经济感到失望 美国总统特朗普更在推测上抱怨博威尔经常犯错 他也看过非农数据并表现很好 将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第三季度 2021年将是一个最好的一年 当然我们也非常清楚 特朗普这么激进的表扬美国的经济 很好的目的是什么 再来联合国预计2020年国际贸易将萎缩约20% 疫情也对原油需求进一步冲击 在周三美国石油协会公布的数据表示EIA库存达到842万桶 这是远远高于预期的-145万桶 所以导致原油在周三直接暴跌了8% 油价于40-45美元区间货存巨大的阻力 这令原油多头跟随市场信号出现短期获利了结的行为 如果有看过我上次对原油技术分析的视频 我也有说过位于35美元到40亿美元之间有一个非常大的缺口 而且是非常难突破的 我会把视频的链接放在下方 有兴趣的观众可以点进去观看我如何对于油价的走势进行分析 虽然OPEC Plus于上周末达成进一步延迟减产协议共识 并强调了成员国减产执行率及启动补偿机制 这凸显出OPEC Plus等国家对维持油价平稳的决心 但是能源资讯机构JBC在报告中称 只要OPEC Plus能够执行更严格的减产措施 今年年底原油价格将有希望回到每桶45-50美元左右 另一方面油价至4月中以来持续回升 迅速的回调到了接近40美元的页炎油成本线水平 这令美国很多页炎油生产商开始重启生产的理由 在需求不确定的情况下 页炎油生产商现在就急着增加产量 无疑就是为油价的价格设定了一个有限的上升空间 现在美国第一波疫情基本上都还没有缓冲过来 之前原油的需求量也还没有回暖 如果美国政府持续现状 未来美国疫情很有可能会出现第二次爆发 之前提到的Texas周数 目前情况并不是很乐观 如果真的再次发生爆发 这将打击原油的供需关系 目前中国的疫情已经明显受控制了 所以在原油的需求已经大幅度增加 可是印度反而连累了原油的价格 主要是印度国内的疫情还没有受到控制 疫情导致的高失业率加上经济走缓 所以拖累了国内的原油需求 印度在5月份的原油需求量比去年下降了23% 而且生产PMI也从3月的51.8%下跌到了4月份的27.4% 所以印度必须先解决国内的疫情才能让经济重新起步 值得留意的是 惠玉在上周四表示 伴随着很多能源公司即将破产 譬如WLL CHK CRC WLA BORR NE STRL RIG 等等 美国高收益债券违约率将达到5% 为2016年7月以来首次出现 能源公司在过去12个月的违约率也升到了11.1% 到6月30日甚至可能上升至14% 总而言之 油价目前是处于35-45美元区间上下盘整 尽管市场目前的情绪是把油价看低 但是OPEC PLUS的成员都有意稳住油价 所以油价在35美元左右都有一个相当大的支撑点 现在还不能确定油价将步入下跌趋势 从图表可以看出来油价在35美元左右都有测试几次 都成功守住 所以如果看跌油价的话就必须等待18号的OPEC会议后才是关键 美国的油企要生存就必须拥有足够的现金来熬过这段油价低迷的期间 否则最后的下场就只有倒闭 那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到这边啦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请记得订阅加关注我哦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